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亚铭 那么今天这一集呢 我给大家聊聊最近我看到的一部非常好的电影 这部作品的名字呢叫做《回西藏》 那么这部影片的故事情节是基于真人真事 那么主人公就是曾经享誉全国的中国共产党的好干部孔帆森 这里我们简单说一下孔帆森 孔帆森呢是山东辽城人 他是在1979年到1982年间支援西藏 到西藏自治区刚巴县任县委副师纪 历时三年之后又回到了山东辽城 1988年他又被再次调到西藏 担任拉萨市副市长 1992年的时候 他去条件最为艰苦的阿里地区 担任地委书记 那么1994年10月29日 孔帆森在去新疆塔城考察编报的途中 因车祸殉职 十年五十岁 他的骨灰呢 并没有安放回他的老家山东辽城 而是安葬在了拉萨烈士陵园之内 孔帆森因为长期原葬 并且在西藏工作成绩显著 所以就被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 以为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优秀的领导干部中的杰出代表 所以当时还展开了一场全国范围之内的 向孔帆森同志学习的活动 1995年的时候 中国国务院追认他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那么1990年 曾经根据孔帆森的生平拍摄了电影孔帆森 还曾经拍摄过关于孔帆森的电视剧 那么以往的影视作品呢 主要是站在主权力的这个角度 宣传孔帆森精神 但是《回西藏》这部电影则不同 《回西藏》这部电影呢 主要是以1979年 孔帆森第一次进藏 在刚八县 担任县委副书记的这段经历 作为主要的电视情节 那么在影片中有两位主人公 一个是孔帆森 另外一位呢 是他当时偶然找到的藏语翻译 叫做九美 所以这部电影 和以往宣传孔帆森的影视作品 最大的不同是 这部电影讲的是 1979年的孔帆森和西藏 甚至可以说 这部电影讲的是 1979年的西藏 而孔帆森呢 代表的是 1979年西藏的一部分 也就是当时从内地 原葬的共产党干部 这就和之前 反映孔帆森的影视作品 有着很大的区别 因为那些影视作品呢 反映的是孔帆森 是在孔帆森这个人物的大主题之下 讲述他在各个地区的生活 包括他在山东 辽城老家 还有在西藏的工作生活 而回西藏这部电影呢 是以西藏作为最大的主题 而孔帆森呢 是这个大主题中的一部分 从这点上来说 也代表了西藏 对孔帆森的认可 也是在反映孔帆森和西藏之间的 深厚的相互的感情 他也同样突出了孔帆森 是一位值得敬佩的 中国共产党的好干部 而且这部电影 最值得观看的就是 孔帆森在1979年 第一次到西藏的时候 作为一名在内地成长起来的 哈人干部 他第一次到西藏的时候 无论孔帆森多么优秀 多么有奉献精神 他的思想 仍然是和西藏 发生了剧烈的碰撞 而这部电影 恰恰将这种碰撞 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 回西藏这部电影呢 是起源于他的导演陈国兴 这部电影有两个导演 一个是哈人导演陈国兴 另外一个呢 是西藏青年导演 拉花家 那么尽管陈国兴 为了这部作品 带着编剧团队 足足打磨了三点时间 但是从最终的作品呢 我们可以看到 藏族青年导演 拉花家的加入 是非常必要的 和保拉花家 介绍给陈国兴的人 正是这部电影的 艺术指导 万马彩蛋 说到万马彩蛋呢 不仅是令人非常的惋惜 因为万马彩蛋 在2023年5月8日 因为突发疾病 一直无效 在西藏逝世 这些人很多 关于西藏的影视精品的出现 都和万马彩蛋 有很大的关系 万马彩蛋是先从 西藏文学的写作开始 然后后来又进入到影视创作 我对万马彩蛋的影视作品的了解 是来自于2019年 他指导创作的获奖电影 撞死了一只羊 那部电影需要静静的看 那么看过之后呢 你就可以初步的体会到 西藏文化中 对于生死的那种 非常直接 非常本源的看法 那么万马彩蛋 他不但是自己 坚持不断的创作 反映西藏精神层面的影视作品 那么他也不断的帮助 后来的西藏的影视人 来进行电影创作 像2021年出品的 由造作导演九美成烈 编剧并且指导 由万马彩蛋 兼制的一个和四个这部电影 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 这部电影实际上是悬疑警匪片 当然它是以清岛高原的原始林场 作为故事背景 全片呢 只有四个人物 那么这部电影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 九美成烈作为导演独特的风格 尤其是大量的脸部的放大特写 烘托了悬疑的气氛 并且给故事的描述 提供了巨大的张力 一个和四个这部电影 无论是和之前的《撞死一只羊》 和后来的《回西藏》 都是不同题材 不同类型的电影 但这也体现出 这些藏族影视人 对于电影艺术上的执着追求 那么再回到《回西藏》这部电影 那么这部电影呢 正是因为有了藏族这些电影人的 加入和创作 才让这部片子 能够相对准确和真实的呈现 西藏的风土人情 尤其是70年代末 80年代初 西藏的真实情况 那么在给大家聊 《回西藏》这部电影的 具体电影情节之前呢 我再说一下 《回西藏》这部电影的两位主演 这两位主演 一位是汉族 一位是藏族 我们先说汉族的这位主演 那么就是宋阳 关于宋阳 实际上他已经主演了几部 比较著名的电影 但大家提起宋阳这个名字的时候 很多人并没有能够直接在脑海里 反映出宋阳的具体形象 这和宋阳的表演特点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宋阳参加演出的 比较著名的电影呢 有三部 一部是《见识柳白源》 一部是《师傅》 一部是《倭寇的踪迹》 那么这三部电影 无一例外 都是由徐浩峰 自编自导的 那徐浩峰的电影作品呢 有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他的电影叙事 讲述的是一个时代的故事 那么影片中的人物 基本上都是为了叙述 这个时代故事而存在的 所以在徐浩峰的电影作品里 人物角色的表现 不能对时代故事的叙述 宣宾夺主 而宋阳的表演呢 往往能够做到这一点 而他的这种表演特色 恰恰是《回西藏》这部电影 所需要的 《回西藏》这部电影里 无论是宋阳所扮演的老孔 还是金巴所扮演的九美 他们都是为了讲述 那个时代西藏故事而服务的 他们的表演呢 一定要让观众先体会到 那个时代的西藏 然后才会将这两个人物 融入到那个时代西藏的 整个画卷之中 而宋阳的表演呢 把这个任务完成的恰到好处 那么另外一位藏族主演呢 就是金巴 他在近些年的藏族影视作品里 经常出演男一号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表演 是在《撞死了一只羊》 那部电影里 当时我还以为金巴是一位来自藏族地区的本色演员 但后来我才知道金巴 他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后来在一个与四个这部电影中 让我看到了金巴非常优秀的表演才能 那么因为在一个和四个这部电影里 导演使用了很多人物面部的特写镜头 而且呢 这部电影中 人物角色一共只有四个人 而其中呢 金巴所扮演的护林员 是最为吃重的角色 因为他贯穿整个的电影情节 而且呢 他是这四个人物角色中 唯一一个和观众一样 需要猜测到底谁是贼 谁是警察的那个人 那么金巴表演得非常好 因为作为一名护林员 他无论是和偷猎者 还是和警察相比 他手里都没有枪 因此当他面前的人 无法分辨到底是偷猎者 还是警察的时候 对方手里有枪 他自然会有恐惧的心理 但同时呢 作为护林员 他有他需要担负的责任 需要他克服畏惧 去判定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警察 从而进行帮助 那么金巴的表演呢 就把这种复杂的心理过程 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让观众看到了他精湛的演技 那么再到了《回西藏》这部电影中 金巴所扮演的这位藏族翻译 他有他特殊的背景 他的出身是西藏的贵族 从小呢 在四川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不仅学过中文 也学过英文 不过这样的出身 在1679年 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这就导致了 金巴所扮演的藏族翻译 待老孔遇到他的时候 只是孤身一人 住在自己家以前的破败的庄园里 那么这种特殊的背景呢 就注定了金巴所扮演的这个角色 具有相当大的复杂性 一方面 他对世界的认知 已经超越了藏族普通民众的水平 而另外一方面呢 他有深深的植根语 藏族的传统文化 传统信仰 以及藏族文化 对于这个世界最核心的认识 不过他特殊的人生经历 就让他对外来者抱有深深的戒心 那么金巴在这部电影中 把这位藏族翻译 久美的这种复杂情况 表现的可以说是非常到位的 当然这里的前提条件呢 是这部电影的主创 赋予了久美 这位藏族角色足够的内涵 让我们能够看到 一位立体丰满真实的藏族人物 那么说完了关于回西藏这部电影的主创人员之后呢 我们就来具体说说这部电影 回西藏这部电影之所以非常的好看 是因为他首先选择的时代背景 是1979年的西藏 而那个时候的西藏和今天的西藏 有着很大的不同 的确那个时候的西藏 在物质条件上还是比较落后的 包括西藏民众的精神面貌 在某种程度上有不少人处于落后愚昧的状态 现在回西藏这部电影里呢 就涉及到了在那个时代的西藏 还存在着盗马贼 盛行赌博行为等等 这些呢 也是那个时代西藏整个风貌的一部分 那么这种物质情况 对我们理解西藏的宗教信仰精神文化 当然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这和我们今天 西藏的物质生活条件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对我们去理解西藏的精神文化 宗教信仰 有着一定的影响 是同样的道理 那么回西藏这部电影呢 它想要表达的是 物质生活的变化 当然会带来思想意识上的变化 而物质条件的不同 也会带来思想意识上的碰撞 但是真正的信仰的精华 思想意识的精华 它不会被物质条件所主宰 它只会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变 以及个人思想意识的提高 而出现进一步的升华 像这部电影里 老孔和九美都可以被看作 是接触了外部的物质世界冲击之后 又和西藏融为一体的人类个体 当然这部电影 它主要表现的是老孔出入西藏 但是最后呢 却点明了主题 就是老孔再次回到西藏的那种情感 而对于九美来说 他已经在经历了外部世界之后 回到了西藏 影片的创作者 为什么会把回西藏 作为这个影片的主题 因为只有当你经历了 外部的物质条件变化之后 回到西藏 这个时候你思想意识中不变的东西 才是西藏的精神文化 宗教信仰最宝贵的核心内容 现在全世界的佛教信仰里 藏传佛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 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人 对于藏传佛教感兴趣 那么很多时候 藏传佛教给人以一种神秘感 这主要是因为藏传佛教 是佛教和西藏本土的宗教 本教结合之后 所形成的一种 多有的特色 那么为什么藏传佛教 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神秘 又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呢 这是因为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内容 是在讨论 我们人类的生死问题 而且呢 藏传佛教 在讨论生死问题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角度 生死对于我们人类来说 是一道 敬畏分明的分额线 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一边是生 一边是死 那么大部分的人类个体 都是站在生这一边 来看待这道分额线 而藏传佛教呢 却是从死这一侧 来看待这道分额线 所以他对生死问题的很多认识 都是非常独特的 不过呢 即使我们很多人 对于站在死亡那一侧 来看待生死问题 有着很大的兴趣 但是这道分额线 并不是你说想越过去 就可以越过去的 首先我们的肉体 是不可能越过这道分额线 因为你过了这道线 就代表死亡 一切都会成空 那么既然肉体过不去 就意味着你的物质条件 是无法跨过这道线的 可是你的思想意识呢 又想到这道线的另外一侧 来看待生死问题 那么要想达到这个目标 唯一的途径 就是让我们的思想意识 脱离我们的物质条件 也就是我们的肉体 你的精神 你的思想 越能够摆脱肉体的羁绊 那么你就越有可能 到达生死的另外一侧 去理解生死问题 实际上世界上 几乎所有出现的真正的信仰 都会告诉信徒 只有思想和信仰 超越肉体的束缚 才能够真正的看破生死 到达永生的彼岸 但我很多人理解错误的一点是 什么是永生 很多人认为永生 代表的就是不死 这种想法实际上是不对的 信仰所提到的永生 这里边生的含义 和生死里生的含义 是不一样的 信仰里所提到的永生 这个生是存在的意思 而生死里的生 讲的是活着的意思 活着是依托于肉体活着 你有呼吸 你有心跳 这是活着的意思 那么信仰里所提到的永生 这个生是存在的意思 而这个存在 是脱离肉体的存在 是不受物质条件限制的存在 正是因为这个生 和生死的生 有着根本不同的含义 所以信仰里所提到的永生 才能够真正的超越人的生死 不过正是因为 信仰里所提到的永生 是超越物质条件 超越我们肉体的 因此呢 对这个理念的理解 是看不见 摸不着 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物质感官 来体会的 这对于大多数的人类个体来说 是很难的 那么真正的信仰 为了传播 就产生了宗教 而宗教的目的呢 并不是要赋予 每个信徒真正信仰 而是要把每个信徒 引领上去追逐 真正信仰的道路 这些我们要清楚 引领上道路 和到达道路的终点 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那么当人类个体 它的思想意识水平 还不高的时候 想要把它引领上 追逐真正信仰的道路 这是需要一定技巧的 那么从我们人类文明历史中 出现的这些宗教 他们所采取的方法来看 无非是两种 一种比较容易 一种比较难 但反过来说 容易引领上路的方法 当它走到路上的时候 会比较辛苦 而比较难引领上路的这种方法呢 一旦上路之后 就会相对的容易 那么现在世界上 传播比较广泛的 世俗化的宗教 基本采用的是第一种方法 不过大部分宗教的核心传承 或者说 非世俗化的传承 基本采用的是第二种方法 那么到底采用哪种方法 这和宗教传承的 具体的科学环境 有着很大的关系 那么关于这两种 不同方法的具体表现 以他们在具体实践中的 一同优缺点 我下一集呢 再进一步的给大家分析